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款漆棒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收到机器后 打开机器清点一下这个配件 呼吸帽一个 水棒一个 高压软管一根 外置油水分离器一个 说明书一份 细细螺丝两根 一笋键一份 水管两根 首先我们拿到机器 打开机器后 首先换上呼吸帽 这个塞子要拧掉 换上这个油缸呼吸帽 安装泄气螺丝 泄气螺丝有两个 一个低压泄气 一个高压泄气 然后安装高压软管 这里用14的扳手稍微带紧一下就好 不能领了泰式 领了泰式的话 里面的气出不来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机器是否正常 水泡一个进一个出 这个插在这个上面 然后把水泡放水里 水要慢过这个水泡 上面是进水管 下面是出水管 水泡插上电源 看一下有没有水出 水水水循环温过就可以 机器插上电源 检查一下 吸气螺螺丝有没有拧紧 然后我们用堵头测试一下压力 使我达到30个压 说明机器正常能达到30个压 在不转秧者是否应该都不要 在这一点 谢谢观看